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杨子晒夏日库存,网友,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真相来了! 说起杨子,他真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最近,他发布了一组国风照片,简直美得令人窒息 照片中的杨子身着汉服,手持团扇,眼神中充满秋水般的柔情,宛如从古代穿越而来的仙女 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透露出古典雅致的气息,仿佛将人们带入了那烟雨江南的画卷中 网友们纷纷留言,杨子这国风造型,简直美爆了 我仿佛看到了古代的大家闺秀 还有网友调侃道,杨子,你这是不是偷偷去学了穿越术啊? 除了国风造型,杨子还分享了自己的运动照片 照片中的他,身穿运动装,扎着马尾便 满脸汗水,但眼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正在奋力奔跑,仿佛要把整个世界甩在身后 网友们纷纷看到这样的杨子,纷纷表示 这才是真正的青春啊 杨子的运动照简直比任何美颜滤镜都要美 还有网友调侃道,杨子,你是不是悄悄去参加了奥运会? 随着杨子夏日库存的曝光,网友们的好奇心也被彻底激发了 大家纷纷猜测,杨子还有多少库存在等着我们呢? 是不是还有更多风格的照片在等着我们解锁? 还有网友表示,杨子的库存量简直比我家的冰箱还要大 然而,也有网友担忧,杨子这么频繁的晒照片,是不是要把自己的隐私都曝光了? 看起来大家对杨子的夏日动态还是相当关注的 随着杨子这个夏日风潮在网络上蔓延,网友们的幽默评论也是层出不穷 有人调侃道,杨子这国风造型 我简直要贵了 还有人揶揄说,杨子这身运动装扮,是不是要去参加奔跑拔兄弟了? 还有网友脑洞大开的说,杨子这库存量,是不是打算开个个人影展啊? 这些幽默的评论不仅让文章更加生动有趣,也使杨子成为了这个夏天的网络红人 随着杨子夏日库存的曝光和网友们的热议,一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你更喜欢杨子的国风造型还是运动风呢? 这个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一些网友表示,我更喜欢杨子的国风造型,简直太美了 还有网友说,我更喜欢他的运动风,看起来活力四溢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表示,我都喜欢 杨子无论什么风格都能驾驭得这么好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